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 早上好 在这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向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问候 愿神的平安 与恩惠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 在过去的这三个星期 我们教会的主要题目 信息就是讲到权卑 在这过去的三个星期 我们都有同工们在这里来分享关于权卑 并从圣经里面来教导我们 怎么样活出权卑的信息 他们都分享得非常的好 今天是最后一个星期 我就在这里要继续来分享这个主题 我是要从圣经里面 特别来讲到耶稣基督 有关于这个宣卑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榜样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主要的主题 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榜样 耶稣活出那种宣卑与舍己的榜样 救主耶稣的生命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榜样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从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开始 那要了解耶稣基督的生命和谦卑 当然在四本福音书里面 马太 马可 路加 耶汉都有清楚记录记载说 耶稣在世这三年多 祂的生命的见证 以及祂到处去传福音 十二几千卑的将祂自己的生命献上 最后为了我们的罪谦卑地走上这十字架道路 成为这个待罪的羔羊 然而我今天要从保罗来分享关于这个《非利比书》 我们知道保罗他原本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是过去是非常敌对耶稣基督的 他认为说信仰耶稣基督是一个新教 所以他非常地反对信耶稣的人 而且他要到处去逮捕这信耶稣的人 关他们进入监牢 但是当他那一天拿着这个文书的时候 要到这个大马寺 要去逮捕信奉耶稣基督徒的时候 但是现在还没有进城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向他显现 一道光对他说话 并且呼召了耶稣基督 那从那天开始 保罗三天三夜他看不见 他过去他以为他所信的是很对的 但是在这三天里面 神让他心中的黑暗让他显明了 所以这三天里面他领悟了许多 也就在这个时候 神透过阿拉尼亚来到他的面前 为他按手祷告 他终于看见了 并且阿拉尼亚为他说 你是神所选招的苦人 要向外邦人 向金王来传福音 所以保罗他就成为了外邦的使徒 所以保罗过后他宣教 去带领了许多 建立了许多的教会 他也写了好多的 我们信业圣经的书信 来帮助这些教会 帮助他们面对各种的问题 解解教会的问题 特别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 有关于他写给菲利比的教会 因为菲利比的教会是保罗分享到 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谦卑和舍己 其实从这本书 菲利比书可以供我们学习更多的功课 菲利比书的书信 是保罗第一次被软禁于罗马的时候所写的 菲利比同时也是保罗第一次搭上欧洲大陆 第一次拜访建立的教会 当时保罗在亚西亚的时候 他想要过去比推尼继续传道 但是圣灵却不允许他 后来他透过一个异宪 一个马其顿的人 站在那里招手 邀请保罗过到他们那里去 帮助他们 于是保罗就非常顺服圣灵的带领 他坐船到了这个马其顿的 第一个欧洲 他马其顿也是这个罗马的这个神会 他过了这个马其顿 到了这个菲利比 也就是这个马其顿的第一个住房城 他来到这个 为什么叫做住房城呢 因为当时在当地 驻扎了许多的罗马的精队 所以保罗过了这个菲利比 这也就是菲利比的第一个 在欧洲的第一个教会 他搭上了这个欧洲大陆的时候 去拜访去建立了这个教会 因此这个教会 菲利比教会 在保罗的心中 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这个教会 在主后52年成立 开始也只有几位信徒而已 那保罗的福音的策略 是每到一处就先进犹太的会堂 替传道 我们知道保罗 他虽然是外邦的使徒 但是他对他自己的犹太同胞 他却有那种负担 他很盼望他们自己的犹太同胞 都能够来认识耶稣 做他们个人的救主 因此他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一定要进入在安息日 他必定进入会堂 是向他们传讲基督的会 可是当他来到这个菲利比的时候 菲利比这里却没有会堂 这里会堂 一定要有十个犹太人 才能够组成的一个会堂 但是保罗来到这里 却没有一个会堂 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在这河边 有一群的犹太的父女 他们在那里带领这个祷告会 因此保罗跟希拉 就到了这个河边 去参加他们祷告会 并且就向这一帮的妇女们 向他们传福音 当中一位卖子是不批的李提亚 他听了这个福音的时候 他心里面非常的幸福 这个福音 所以他就有结就 成了欧洲的地位信主的妇人 这个妇人的名字叫李提亚 在英文叫做Lidia 他信耶稣基督 为了表示他的真诚 他邀请保罗跟希拉 到他家里去做客 并且他为了他们预备了这个事物 所以当保罗来到李提亚的家的时候 也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家里的人 以及包括李提亚家里的奴仆 因此在家里全家也就信了主 那接下来呢 保罗因赶出一位替主人 教鬼撞钱的死女 而就被诬告进入监牢 那保罗赵修仍然每一天都来到这个河边 去参加这个父女的这个祷告会 并向他们传福音 但是每一天呢 后面都有一个死女 跟在他们的后面 并且在那里行着说 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 他们向你们传讲救恩的道 那多天之后 保罗发现了不大对劲 他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愁讽 所以他知道这个死女 身上有一穴灵 这个穴灵使到他的主人 为他主人赚钱的 因此他就撤着这个穴灵 离开这个死女的身上 当这个穴灵离开 这个鬼离开这个死女的身上的时候 那么他的主人就因作这样呢 失信了得利的这个门路了 他们就到到官府里面 将保罗关进这个监牢里面 然而他是被虽然被诬告进监牢的 但是保罗仍然还是非常的喜乐 他跟保罗跟希拉 在半夜的时候 他们仍然在监牢里面 唱诗歌赞美神 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富兰蒂整洞 那么整个的监牢的监门打开了 那些囚犯的锁链也被松开了 这个时候在睡觉的这个益主 富兰蒂醒了 他以为说放人全跑了 这是他的责任 如果放人全跑了 他就必定会受到处罚的 所以他之后他就想要自杀 要自尽 起到他自己的生命 保罗就喊住他说 我们都在这里 没有任何一个囚犯 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监牢就最后了 他就辅负在保罗的面前 说先生啊 我当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救 保罗就对这个益主的说 当信主耶稣 至于你和你家就必得救 这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31节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就都必得救 所以当天 这个益主就带保罗希拉 到他的家里面 日行的款待他 并且为他洗净见他的伤口 在那天 保罗也带领了他的益主 跟他全家的人都信了主 感谢神 透过他做监牢的时候 他却把这个益主 全家都带领了 信了耶稣基督 所以这联系所发生的几个事情 我们就看到了 菲利比教会 就是这样的开始 菲利比教会人数 也就慢慢地增长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保罗的菲利比书信 就是他亲手所建立的 也是他在多年之后 当他在罗马监牢的时候 所写的 所以菲利比书 这本书也叫做监牢的书信 那这里保罗写的这封书信 菲利比的书信 跟他其他所写的书信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他这封书信里面的内容 不在于解决 教会的问题 或者危机 那这封书信的重点 在于他和他所建立的 这个菲利比教会的 那个很深的 那个情谊的关系 他不单是宣教士传福音 他更是菲利比教会的 亲爱的朋友 因此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非常的清确 这封信里面 有讲到关于心中 对他们的那种喜乐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 就是 Kononia Kononia 就是在这菲利比书里面 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主题 那Kononia 这个字呢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这个希腊文呢 多半呢 翻译为团契 团契 那中文呢 圣经就多译为交通 那交通这个字呢 其实含义很深 那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教会 我们都非常看重这个交通 所以常常说 在聚会之后呢 我们有茶点交代 请大家留步喝杯茶 交通一下 那我记得当我们在 等四十年前以前的时候 当我们还在阿富街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常常传福音 但是每次都有人来了以后 就有人离开 那弟兄姐妹每次聚会完后 就拍拍屁股就离开了 所以就很少有什么交通 后来我们就决定说 那时候我们是 有一个一拜五的一个团契 叫做青年团契 那后来我们就改为叫做爱心团契 那这个爱心团契呢 来参加的弟兄姐妹 也多过于在主日的聚会的人数 那我们在这个爱心团契呢 我们就开始了这个 这个茶点 就预备了一杯茶 我们自己煮茶水 来让大家能够交通下来 所以也就因做这样呢 弟兄姐妹就开始留下来了 开始留下来交通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华人非常看重的时候 聚会完后大家留步交通 交通一下 因为透过这一杯茶 我们能够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菲利比书里面就讲到 Colonia交通 所以就好像告诉我们说 喝杯茶就知道这个团契 但是当保罗写给菲利比教会 这封书信的时候 这里讲到这个团契 它真正的含义不是单单喝茶 不是 真正的含义不是不止这样的 因为古代的人认为联体音 联体音的谢意里面 有Colonia团契的这个含义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如果其中一个联体音死了 另外一个也会死 同样的 在从这个Colonia 来讲到联体音 来讲到 在教会里面的团契 也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数字 特别是发生在 某一个肢体当中 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那么也会影响另外 整个教会的团体的生活 这就是团契 Colonia的真正属灵的含义 也就是包括说 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有发生事情 其整个教会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影响 因此保罗写给菲利比的教会 虽然没有像其他的教会 面对很大的问题 但是呢 却有一些令人非常忧心的情况 那就是这个教会的团契 关系被两位姐妹破坏了 这两位姐妹 在菲利比书第四章第三节说到 他们的名字叫做 有阿爹和寻都基 这两个人因关系不和 给教会带来了许多的问题 这两位姐妹 在教会里面 是同工 也是保罗的同工 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 也是教会的领袖 但是 菲利同工久了之后 就变成不是一起的佩大的同工 而是菲利你公来我公去的 菲利的同工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慢慢的就闹僵了 关系不和了 不再同心了 甚至在菲利的恩赐上 开始比较了 不再尊重菲利之间的 不同恩赐的那一种的生命 而且常常吵架 不相不争 常常不争 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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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争吵 甚至分争 接党 私底下 争取这个支持 甚至因作 嫉妒的缘故 批使排挤对方 所以 现在他们的生命 就让这个小狐狸 进入了这个团庆里面 而这个小狐狸 就在教会里面 发起笑来了 这是一个罪的笑 在教会里面产生 因为批使都不肯宣浪 批使不可宣卑下来 因此 在教会就产生了 许许多多的这个问题 就因作出这两个姐妹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人的关系 就显示说 这个教会合议呢 就开始出现了问题 这是Colonial的这个生命 还有呢 这个菲利比教会 也渐渐受到影响了 他们渐渐的骄傲起来了 个人至上门前窃 不管他人往上窗 自己雇自己的 自私自利的 因此保罗不得 不透过这个书信 来对他们说了 因此在菲利比书 第二章第二到第十节 保罗就在这里说到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他说这样使我的喜乐 可以满足 你看到保罗就是要盼望 盼望看到 这个教会的每一位 弟兄姐妹都能够有相同的意念 都能够披使在爱心里面 相同 这就是他心中感到非常的满足 因此他接下来 他说 所以保罗就透过这样来告诉说 在教会里面不可以纷争接党 而且不要贪图那些 欺负人家的称赞 要荣耀 要多取各种的 在世人眼中的那种荣耀 更重要的是说 能够存心 能够宣卑下来 个人看 个人比自己强 无可否认在一个团体里面 有的人可能就比较爱讲话 很多的意见 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所以很重要的是说 有的人你知道 他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给他多讲几句话 自己先谦卑接受 那就没有事情了 每一个人都看 别人其实都比自己强 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 要顾别人的事 可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发现到很多都是来自 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 我们个人的老我 还有个人的骄傲 不同的个性 拥有不同的恩赐才干 还有爱好生活习惯 那如何能够达到这种的合意呢 那有人说 教会越大 就越多的问题 但是我不能够接受 这样的一种的思想 有的教会 就是整百个人 或者几十个人 但是问题一罗罗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 自己比大家更大 都不愿意谦卑 放下自己 教会越大 但是只要每一个人 都有拥有基督的生命 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强 那愿意放下自己 很圈卑的 能够披死的牵扰 那这个教会虽然很大 可以扩大 扩展到几千人 但是教会 仍然能够合一的 因此呢 保罗就在这封书信里面 他接下来就说到了 他说 怎么样能够保持 这样一种的合一呢 看我们的救主 耶稣本身的生命 的版样 他说 你看耶稣的生命 跟菲利比信徒们 你们的自私自利 你们的信用心 新车了 强烈的对比 他说 只有透过耶稣本身的版样 因此呢 保罗就要到菲利比信徒看到 只有效法耶稣基督 的那种的宣卑 以至于死 最终呢 他却被父神升高 就如基督本身 他说到 他本身承受羞辱 他是 甚至呢 为我们人类 谦卑的走上 这十字架的道路 为我们死 第三天他却从死里复活 也因着他 曾经受过这样的羞辱 后来他却被尊荣了 看起来他似乎 在世人眼光中 他失去一切的地位 但实际上呢 他却在碰跑一条 通往荣耀的道路 这就是保罗 要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份 来效法的榜样 接下来呢 保罗就在从菲利比书 第二章第五节 保罗就开始向 菲利比信徒说明说 在菲利比书 第二章第五节 他说 你们当以基督的 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心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欠勉 其实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命令 一个命令 那欠勉 欠勉说 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他说 若不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就是我们不以耶稣基督 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神要基督徒呢 能够借对复从 这样的一句话 这样一个欠勉 以耶稣的心为心 既然要借对复从 这个欠勉 我们就要认真 保罗写的这一句话 认认真真 明白他真正的意思是吗 你们当以 当然是对菲利比的信徒 当然也是对我们今天的 每一个耶稣基督的 儿女来说的 他说 你们当以基督的 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当 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绝对要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已经在基督里面 有和他一样的生命 有一样的心了 所以我们 我们绝对要有 跟耶稣基督 以他的心为心的 在原文 心的意思就是说 意念 想法 态度 所以整治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的意念 你们的想法 你们的态度 要以耶稣基督的那种 圈碑 作为触发点 获出 主耶稣的那种 圈碑的榜样 这就是 耶稣基督的心 所以要我们要 因为我们有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应当获出 基督的那种的 圈碑的榜样 以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生命 终终点 那接下来 保罗就来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 保罗如何描述 耶稣 如何将他自己 事件出来呢 在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六到第八节 就解答了这个问题 在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六到第八节 在第六节他说 他本有 耶稣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 与神同等为强夺 第七节 他防导虚举 其劳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第八节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负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以上三节的经文 保罗说明了三件事情 第一 基督耶稣 本有上帝的形象 第二 他自甘卑微 其聊 人的样式 第三 他甚至 舍己 死在 十字架上 现在我们就来看 他说 耶稣基督 本身有上帝的形象 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 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在道成肉身 成为人之前 是如何的呢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是什么意思 原文的意思是说 一字都市 还没有成为人之前 他原本 一字 就是上帝 他本原本 就是一字 都市 有上帝的形象 所以在道成肉身 所以在道成肉身之前 耶稣基督 一直是神 是拥有上帝形象的 他本身 一直拥有上帝的形象 这个事实 从来没有改变过的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永远就是神 在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 他原本就有上帝的形象 他就是神本身 那什么叫做形象呢 形象是指说 耶稣基督 拥有上帝的属性 或者上帝的本性 因此这意思就是 非常的清楚 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 在道成肉身之前 他一直都拥有 神的本性 和神的属性 也就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 本身就是神 一字都是神 而且永远都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甚至他道成肉身 他原本还就是神 所以西伯来书 第十三章第八节之后 耶稣基督 坐日 今日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接下来他说到 基督自甘卑微和舍己 基督在降世以前 刚才我们说到 他一直都有神的本性 那他又如何呢 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六第七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 切不以自己 与神同等为强度的 第七节说 他防导须及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他不以自己 与神 与父上帝 同等为强度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在他降世之前 他与父神 是有同等的地位的 但他却没有坚持 自己拥有那个神的 那个特权 他还甚至干验 主动的虚极 基督的虚极 就是说 他倒空自己 是一个空权的 无比的虚极 是没有人强迫他的 是他自愿的 为什么说 空权的虚极呢 因为圣父 圣灵 也没有道成肉身的 是耶稣基督自己 本身 情愿倒空自己 为我们放弃 他自己的权利 或者你认为 耶稣倒空的是 他的神性 在降世的时候 他从神 降世成为人 所以变成 从神变为不是人 而仅是 来道成肉身 仅是一个人 这里一个 很重要的真理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马拉基第三章说 第三章第六节说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也就是说 他不能够导空自己的神性 不能够从神改变为不是神 当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后成为人的时候 成为人的样子 但他仍然也还是神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所以耶稣基督 他道成肉身 成为人的时候 他一直都是百分之一百的神 和百分之一百的人 因此你看到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 主啊 他成为人了 但是他每一件做事情 他都听从父神的指示来做 因为他非常的谦卑 输入父神的引导 所以耶稣基督是真神 他永远不改变 他的神性永远存在 所以他是完全的神 他也是完全的人 感谢神 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 他是神道成肉身 所以他本身也有一百八千的神 也有一百八千的人 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豁出像我们人的样式 但是他也能够做 许多人所不能够做的事情 那基督所导空 所放弃的是什么呢 他防导虚几后面的一句话 他成为人的样式 防导虚几 接下来的时候 他起了奴仆的形象 他圈碑地从神 道成了肉身成为人 而且不单是这样 他起了奴仆的这个形象 换句话说 基督降制为人的时候 他在自己的神性上 加上无罪的人性 加上无罪的人性 所以他成为人的时候 跟我们不一样 他是一个无罪的人 然后又加上奴仆的形象 所以由于这个加征 我们的耶稣基督 就经历了一些的变化 也做出了一些的放弃 基督经历了四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 住处的变化 从天上降到这个地上来 从天上到地上 第二个变化 财产的变化 从富足到贫穷 所以我们以一首诗歌说 耶稣本是富足的 却应众为我们的严顾 他成为了贫穷 第三个变化 是荣耀的变化 他从天上的荣耀 来到这世上 不被人认识 甚至被人羞辱 最后还被人定死 所以这就是第四个 讲到他的地位的变化 从神的地位 同等到接受了 仆人的身份 保罗接下来 就继续说明 基督降师的深度 不是从神的地位 降到天使 而是成为了一个 最卑微的仆人 不是这样在王宫的游栏 而是这样在马巢里 最后他经历了一个 终极的痛苦 贝利比书第二章说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纯心顺负 看到吗 耶稣基督成为人的 这样子 不单是偏卑地成为人的 还卑微纯心顺负 以至于死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保罗说 基督一直顺服到死的地步 他的死 不是自然的死 乃是十字架的死 那十字架的死 是强调一个极度的羞辱 摩西的立法 说到被钉死在木头上的人 是受咒诅的人 加拉大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说到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输出我们脱离了立法的这个咒诅 因为经上记作 防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是的 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受了这个咒诅 所以他心甘情愿 谦卑地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 为了输我们 输出我们这个立法的这个咒诅 所以他本身就成为了这个被咒诅的 因此呢 基督虽然是神 却没有抓住这个特权不放 这是在《非礼比书》里面 保罗非常清楚地讲到 他是神 却没有抓住这个特权不放 而且甚至顺服父神到底 降卑为人 而成为了这个奴仆 并为了你和我受这个咒诅 定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围绕救赎我们 耶稣被定死在十字架 这是一个最残酷的这个刑法 当时这个刑法是不会给罗马人的 凡是罗马人就是犯很大的罪 都不会被定十字架 这个是只有给非罗马人 耶稣基督为了我们 祂是受了这个最重的这个刑法 而且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耶稣在被定死之架之前 比拉多还饮水 并是将他鞭刑 那个鞭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罚 其实一个要被定十字架的人 是不应当受到这个的鞭刑的 比拉多当时以为说 我将他受鞭刑以后 那么犹太百姓就说 释放他了 但是他们仍然要他定在十字架 耶稣基督谦卑的 为我们受到鞭刑了 祂所受到刑法我们的平安 祂所受到鞭刑我们的医治 你看祂受到那个鞭刑 那鞭刑是非常的残酷的 一鞭下去的时候 连肉都被拉下来了 所以你就发觉到 当耶稣基督以后被鞭刑以后 祂满身伤痕 被那十字架走到不远的时候 祂就不能够承受 因为祂全身已经被鞭到 全身都是伤痕 后来就在路边的罗马 并是抓了一个非洲人 来代替他背这个十字架 所以之中我们就看到 耶稣之中 当祂从死里复活后 父神因着耶稣所谦卑 祂为我们死复活以后 父神将祂升为至高 又赐给祂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弃弃 称耶稣基督为主 那就是在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九到第十十节 祂也告诉我们 祂也赐下我们 耶稣把这名赐下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 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 一切都要负在 耶稣基督的名的赐下 因此保罗最后 在经历耶稣的这个 宣卑十二级的生命后 祂最后祂领受了 这个耶稣基督的那种 宣卑的生命 祂从一个 逼迫基督徒的法利赛人 以后成为成一个罪的奴仆 出卖自己给魔鬼了 但祂现在蒙耶稣先兆之后 祂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奴仆 祂从信耶稣基督那一天开始 祂完完全全的 将祂的生命完全的摆上 到处去建立教会 到处去庞徽 甚至面对各种生命的危险 但是就应做 祂经历到耶稣的 谦卑舍己的生命 祂完全降伏在基督的面前 那在菲利比书 祂说了两句 最后祂说了两句 非常宝贵的话 祂说在菲利比书第三章第八节 祂说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 因我 我已认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一些非常宝贵的话 祂认识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成为祂生命中的宝 所以祂丢弃一切的万事 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 就是为了要侍奉耶稣 要侍奉神 祂把一切都看作为粪土 然后在第十三第十四节 接下来他说 因此万事背后 奴隶面前 为了飘杆自跑 要得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 所以祂继续的勉励我们 以祂本身的榜样 来激励我们说 因此我们信了主之后 要像耶稣一样 要活出那种全面的生命 我们要继续往前面跑 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耶稣的身上 然后我们要努力地 面向着全面的自跑 为什么呢 因为以后我们在天上将会得到这个奖赏 所以活出一个谦卑 顺服的生命呢 是上帝所喜悦的 在天上以后我们必会得到上帝自己的奖赏 所以现在是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要活出这种宣卑和舍己的生命 那就是其由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求圣灵听之地将主的生命降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能活出那种的生命 最后我做一个结论 因此呢 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 看到他的爱和顺服 也看到 耶稣的生命的宣卑 他的勇敢 他的无私 他的舍己 致死忠心 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效法的榜样 所以盼望 今天这一堂课 跟我们前面的三堂课 都能够让我们平时的学习 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 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活出更谦卑的生命 让圣灵不断地在我们身当中 来继续地塑造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活得越来越好 我们能够让人家看出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让我们同心地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当我们还做罪了的时候 祢从天上 降悲来到这地上 主啊 祢是那个舍己的生命 为我们完全地付上 祢来到地上 祢取了人的样式 但是我们知道祢仍然是神 祢仍然是神 祢也是人 所以祢是完全的神 也完全的人 乃是为了说什么 祢是立了一个最好的模范 为我们定时在十字架 使我们因祢 我们得着了这永恒的生命 祢我们承认我们很多的不助 但是我们愿意效法 让耶稣基督 当以祢的心 耶稣的心为心 使我们的生活 样式 源以行为各方面 都能够越来越美 越来越好 越来能够越出 越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和荣耀 使我们一天 当我们站在上帝的审判前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都不断地在改变 我们从荣耀进到荣耀 我们站在祢面前的时候 我们能够向主祢交战 说 主啊 我们一生在地上没有百废 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 祢圣灵都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 塑造我们 将十字架放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 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是的 我们在生活的当中 主啊 我们的老我 我们是要同耶稣 同被定死 直到我们能活出 基督 祢荣耀的形象 主啊 我们感谢祢 透过这一个月的四堂的机会 祢都不断地对我们来说话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是越来越美好的 我们将所有荣耀 献上归给祢 谢谢主 祢的恩领 这样感恩 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祢荣耀得胜的名 阿们 上帝祝福每一位